百万网红Joeman和雷拉惹上大麻烦 要外界震惊 而2023年可以算是YouTube的翻车年 懒人包一次看明白 老高 老高与小默 早控抄袭日本影片 而他坦诚资料都是参考网路和书 否认有抄袭他人 事后他也道歉 强调会标注资料来源 蔡阿嘎 蔡阿嘎去日本玩 因为拍日本五家地雷连锁店 影片遭延上 连日媒都有关注此事 事后他也道歉 接受大家的批评和指教 朱学恒 名嘴朱学恒曾是YouTube 斗内排行榜 冠军 六月国民党是议员中佩军控他性骚扰 朱学恒也被台北递检署起诉 超派 超哥旗下的超派炸击店 被Twist爆疑似偷到废游 双方展开舌战 之后道歉和好 流氓 流氓遭到平面摄影师和厂商指控 他私下很难搞又爱迟到 流氓也道歉 而负面新闻让他的许多案子都非了 损失估一千万元 也流失部分粉丝 小哥哥艾里 小哥哥艾里遭女战神冯玉婷爆料 他找吸毒女跟路人配对 而小哥哥艾里的百万粉丝专业消失 疑似遭到下架 不过他说是自己关掉的 林刀英啊 林刀英啊的Lens Kids 七宝妈暴育而争议 除了停运度爬百月 鼓励孩子吃深山枪杆 还利用孩子气喘 非法导购气喘喷雾计遭开罚 人生肥宅X孙 百万YouTuber人生肥宅X孙 遭报业配手游作假 孙也道歉 他当初草率接案 之后才知道游戏把关有问题 他要向大家道歉 请厂商撤掉广告 郑雅云 YouTuber郑雅云曾是伊林模特儿 而丈夫社前率 均男友郭哲敏的洗钱案 让粉丝震惊 他也在社群发文 去年办理离婚诉讼申请 韩购A金真姑 韩购A金真姑推出超商联名食品 却被民众发现里面有家 唐金纳言 品牌方也道歉 并全额退款给消费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